他讨论的还有这个事件 高雄有一名林小姐 他到南子区点索大卖场去买东西 好当时没有注意到地上这个三角警示牌 一脚踢中了下方的地叉 造成他脚部受伤流血 于是呢他po文控诉说 卖场这边不愿意支付精神赔偿金给他耶 只给一个礼盒 又说是他自己没有注意到才会受伤的 他执意说放警示牌就可以免责吗 没有想到这天文一出 遭到网友一面倒的抨击 说是他自己走路不看路 拍下脚趾头若被削掉一块还流血 高雄林姓女子po网抱怨 指出罪魁祸首就是卖场内的这块铁板 当时林小姐到南子逛卖场 不小心踢到地叉 大拇指受伤 但他控诉业者不但没关心 还说已经放上警示牌 是当事人没注意 拒负精神未斧金 直送领盒表现诚意 让林小姐无法接受 认为放上警示牌就能够免责吗 其他网友看了也傻眼 说一般都是看到没摆牌子出事 白了还去踢倒是第一次看到 你都说你走路没再看了怪谁 还有人质疑是不是玩手机没看路 发文讨拍不成反而遭到网友炮轰 实际回到卖场其实有些插座还是凸起的状态 只是不是在民众逛街的动线上 只能说走路还是要记得看路 以免受伤 记者成员邓明高雄产报道